大家好,我是娟子 昨天妈妈回老家挖了一袋地菜 这才是纯绿色的蔬菜 看一下,都绿油油的,特别的鲜嫩 今天就用它来做好吃的 先来和面,盆里倒入300克面粉 少加一点盐,增加面的筋性 搅匀以后,用170毫升的凉水和面 搅成面絮状之后,下手揉成面团 像这样光滑,中等软硬的面团就行了 盖上盖子,给它醒面30分钟 先把地菜根用剪刀剪掉 防叶子也摘掉 然后用清水多淘洗几遍 将表面的泥土清洗干净 放在筐子里,把水分控干 接着在碗里打入三个鸡蛋 充分地搅散 锅里油热以后,倒入鸡蛋液 快速地炒散以后,关火给它放凉备用 地菜控干水分之后,给它切碎 我又泡了一把红薯粉条 给它切成小段 好方便包制 在里面加入一勺油渣 这是平时熬猪油剩下的 用来调馅最香了 倒入炒好的鸡蛋 放一把葱花 加入适量盐 一勺麻辣鲜 淋点香油增香 搅拌均匀 香喷喷的馅料就调好了 先晃在一旁 小好的面团不用揉 直接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擀成一个薄薄的圆面皮 颠起面皮,能看到手指就行 放上适量的地菜馅料 摊得薄后均匀一点 边缘留一只不用放馅 从下面边按压边卷起来 两头给它捏盐死 黄指撈馅 摆到蒸锅里 盖上盖子 水开后即时 蒸上15分钟 关火以后直接打开锅盖 哇,静音提头的 好香啊 吃的时候切成小块 好方便食用 这呢是薄皮大馅 每一层都是菜 饼皮薄也很筋道 冬天多吃一些地菜 还能增强免疫力 有清热解毒 降低脂肪的作用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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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